我们今天一起来听舒曼的春天交响曲 我记得舒曼的传记电影标题就叫春天交响曲 可见呢这部作品在他人生中是有代表性的 我们昨天讲到克拉拉和舒曼相爱 他们的相爱把克拉拉的父亲维克给气疯了 这个女儿花了她半身心血来培养 眼看着就要变成摇钱树了 却要跟这个看不到前途的穷音乐家结婚 所以维克赶紧带着女儿再次出门巡演去了 但是离别和等待却把年轻情人的心拴得更紧了 期间舒曼给克拉拉写了不少情书 与她谈音乐谈理想谈未来 但这些信都被维克没收了 这些情书如今伴着浪漫派的旋律读起来 我觉得比爱情电影更激动人心 舒曼写道 你鲜明的形象在黑暗中闪耀 协助我度过困恶 我相信我们的守护神会眷顾我们 克拉拉说 你像一座充满了游戏与故事的湖泊 总是给我丰富的想象与惊喜 人能够活多久呢 现在的心情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实现呢 我想尽快跟上你 从书信里面可以看出来 克拉拉非常爱舒曼的才华 我瘫痪了 我很清楚什么才能挽救这些退缩的心绪 我需要一个心爱的女人 奇怪得很 如果我像现在这样写那么多信给你 我就不能作曲了 音乐都往你那儿去了 这些都是舒曼的甜言蜜语 后来她的热情终于得到了回报 克拉拉说 我这样一颗溢满难言之爱的心 又怎能坦然直说 是的 我能 我从灵魂的最深处 绵绵无尽地向你诉说 如今看来 她们的爱情已经成为轰轰烈烈的浪漫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了 我们知道浪漫主义者都是全身心投入的 她们的身体服从灵魂 物质驱同精神 生活忠于信仰 她们的婚姻也只是为了爱情 她们没有将现实和梦想分开的这个说法 她们毕生都在与事快和虚伪做斗争 身体力行 要把浪漫主义过成一种生活方式 在如今借绯闻草作制造话题的这样一个明星时代 我们更觉得这些一百年前的像配乐师朗诵般的情书 无比值得信任 那都是发自灵魂的 克拉拉爱舒曼的才华 诗情 爱她浪漫主义的灵魂 完全不顾她穷 她脆弱 还有她的家族精神病史 我觉得她们身上都有一种梦幻般纯洁的气质 属于两百多年前的气质 当年她们的爱情也确实成了浪漫主义的大事迹 得到了各方浪漫主义者的深远 像门德尔松 肖邦 李斯特都纷纷力挺他们 闹着要跟维克绝交 当时因为父亲不同意 所以他们只好发展地下恋情 找各种机会见面 地情诗 地小纸条 还偷偷地互相写信 还发明了各种街头的暗号 比如说克拉拉朝他灰灰摆手卷 表示今天我们就在新市场见面吧 那时候莱比锡的每一所房子的门廊 还有通向郊外的小路 都曾经出现他们年轻的身影 舒曼觉得自己从内心深处 需要这个像钢铁一般坚强的姑娘 把她从忧郁和韧性中拯救出来 而克拉拉觉得她与舒曼的狂热 和她的失忆情投意合 克拉拉的少年成名 让舒曼又激动又忧郁 因为此时舒曼只是个看不到前途的小作曲家 刚刚开始创办了一份杂志 就是新音乐杂志 而克拉拉此时已经是欧洲的钢琴女王 被任命为奥地利宫廷演奏家 还得到过歌德的表扬 克拉拉每天都会收到优美的情书 所以呢 舒曼非常的不自信 她总是询问克拉拉 是不是真的喜欢她 是不是觉得她真的会变成大作曲家 那是不是自愿演奏她的钢琴协奏曲呢 克拉拉常常被她的敏感给烦死了 但是她的回答又证明了 她是非常适合做她的妻子 当舒曼问她 是不是自愿弹奏她的钢琴协奏曲的时候 克拉拉说 当然了 我弹奏她是因为她到处受欢迎 可是我自己是否对她满意呢 这是一个问题 你以为我傻得不清楚 这首协奏曲的缺点所在吗 那因为他们的热烈 让父亲维克彻底冷了心 将克拉拉赶出家门 并且到处散播谣言 让女儿丢了演出的合同 无路可走 同时呢 又向舒曼提出五条刁难的要求 甚至不惜撕破脸皮 摧毁一家人的感情 最后实在争执不下 两代人又闹上了法庭 在法庭上 维克百般指责舒曼 说她没前途 没才华 养不起她的女儿 父亲的翻脸让克拉拉震惊 也让舒曼非常伤心 因为舒曼在父亲去世之后 他几乎把维克当作自己的父亲 亲人末路 比婚姻的不成功 更让她消沉 她觉得自己已经被连根拔起了 良人在伤心之余 觉得已经像患难夫妻了 那经过了一番痛苦的折腾 法院宣布年轻人胜诉 舒曼和克拉拉胜利了 爱情胜利了 在1840年9月12号 在克拉拉生日的前夕 他们的婚礼在舍内菲尔德的教堂举行 克拉拉在那一天的日记里写道 我热烈祈求 让我拥有它久一点 再久一点 当时舒曼爱情的胜利与欢乐 只有这首春天交响曲可以表达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讲这个春天交响曲之前 要给大家讲他们的爱情故事 那时呢 舒曼刚好30岁 他走过了30个春天 第一次看见春天 看见万物复苏的春天的欢乐 我想这大约是忧郁型的才子 舒曼最明亮的一首曲子 据说这首交响曲的灵感 是来自浪漫主义诗人贝特格的一句诗 在溪谷的原野上盛开着春天的花朵 但是这样一句普普通通的诗 让沉浸在幸福狂喜中的舒曼 重新发现了生命 重新认识了春天 他了解这首朴素的诗歌里面的真实的欢乐 把自己的幸福升华到一种春天的激情 他呼唤埋藏在生命中的神魂激荡的 忘我的本能 号召人们像他那样 张开全部灵魂去拥抱生命 去用力生活 春天交响曲的初稿 花了四天就写完了 整部曲子完成也不到一个月 这张舒曼挺得意的 他在日记里面自我陶醉地写道 在这样短的时间里 轻易地完成了这样大的作品 在1841年的一二月 新春来临之前 他把这首曲子写完 本来他给四个乐章分别起了一个小标题 叫做春天来了 夜晚 愉快的消遣和春天的告别 但作品完成之后 他又把这四个标题全部删掉了 后来他在给朋友的信中 谈到春天交响曲的时候说到 他说 固然不能指望音乐能够明确描绘任何事情 但我相信音乐还是能够记录这个季节 所充分显现的独特形态的 可见呢 舒曼删除标题是为了有意避免 这音乐过于明确的嫌疑 我们刚才讲到春天交响曲的直接动机 就是受到诗人贝特格的一句诗的影响 叫做在溪谷的原野上盛开着春天的花朵 在音乐中 舒曼就用小号和元号 宣布这一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舒曼自己是一个乐评家 所以他常常解释自己的乐曲 后来他给音乐家朋友写信的时候 就解释了这首春天交响曲一开始这个句子 他说 我想让他的号角的乐剧 宛如高亢的喊声 宛如对苏醒的呼唤 接着呢 我就将其放进紧随的影子中 好像到处都开始变绿 一只蝴蝶飞起来 紧跟着在快板中 好像一切渐渐聚拢来 他们属于春天 我觉得这个是舒曼自己 对这首春天交响曲 开头部分影子的阐释 应该是最准确的 我想他里面讲的 一下子到处都变绿了 可能就指的是 其中弦乐组奏出的 那个起伏连绵的三联音 而在三联音背景上 由长笛和单黄管 相继吹出的那个短短的音符 听起来很晶莹的音符 就描写了 他后面讲到的翻飞的蝴蝶 不论这种解释是否正确 总之呢 德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学家 克莱玛 他曾高度评价 春天交响曲开始的影子 他说 它是整个交响乐 王国中最光辉的号角 这是最高的评价了 后来这句话呢 被到处引用 就像传统的交响曲 这部春天交响曲 也有四个乐章 第一乐章 由形板和活泼的快板组成 降鼻大调 第一个主题 非常激动人心 表现春天到来的景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个主题 第二乐章是环版 也就是比较慢的慢版 是八三拍子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首感人的夜曲 第二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 第三乐章是非常活泼的快板 四三拍 结合了海顿交响曲的小布舞曲 和贝多芬的斜血曲 然后呢 用舒曼自己的方式 奇妙地结合起来 第四乐章 还是快板 回到了第一乐章的降鼻大调 第一主题是一首优雅的舞曲 用民间节庆的欢乐气氛 向春天告别 第二个主题是一首优雅的舞曲 当然最震撼人心的是第一乐章 这一乐章非常舒漫 非常具有浪漫的感染力 也非常夸张 一开始是一段影子 就是刚才讲的 小号和元号奏处的 号角般的曲调 像一声召唤 把大地叫醒 之后感觉整个山谷 哗的一片 一下子醒过来了 我想这里就是刚才 那一位著名音乐学家 高度评价的 整个交响乐王国中 最光辉的号角 在此之后呢 出现了第一主题 我们发现这个主题 就是之前这个影子 所孕育的 一开始这里的节奏和前面的影子 几乎如出一辙 在此之后发展出一系列16分音符 好像春天的绿色在飞快地蔓延 这里的速度非常快 像狂欢节的舞蹈 这个主题奠定了整首乐曲的基本情绪 节日般的舞蹈和无忧无虑的春天 青春爱情生活都是多么美好 激动人心 接下来我们听见了第二主题 与热烈的第一主题构成对照 第二主题是曼妙的 像小溪流淌 像春风拂面 接下来这两个主题的发展 是仿效贝多芬和莫扎特的模式 但主题里面充满和声的明暗变化 主题里面的素材 在不同乐器上的衔接和转换 也很有趣味 在发展部的末尾 有一段以双环管 法国号和长笛的独奏 表现大自然的色彩 之后再过渡到在线部 在线比较简短 在最后的尾声里面 出现了一首德国名歌 一个歌唱性的曲调 让这个春天变得抒情起来 第一乐章热烈而迷人 开门见山 但其实我更想给大家听的是第二乐章 据说舒曼交响曲中的慢乐章 也就是第二乐章 是他写的最好的乐章 这里是一首感人至深的夜曲 或者说是恋曲 满腔热情 但是略带感伤 还有一些神经质 不像贝多芬的慢版那么沉稳而深邃 这里我们听见其中的主题 悠长婉转如歌 这一乐章是一首回旋曲 其中串插了另外两支 对照效果的不同主题 主题后来的出现富有创意 用大提琴的迷人的低音 用双黄管法国号来演奏 此时弦乐队如云彩环绕 最后主题渐渐消失在静谧的夜色中 春天交响曲可以说是 舒曼人生的一个里程碑 是他生命中的春天 爱情上的春天 也是事业上的春天 他与克拉拉后来成了音乐史上 最著名的音乐家夫妻档